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思英国的第13期 上次我作为一期节目介绍英国工资的一些基本的讯息 还有英国最赚钱还有最奇怪的一些职业 那很多年轻朋友就感到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在英国哪一些专业毕业之后他的起薪更高 将来薪资上升的空间更大呢 如果你正在考虑来英国读书 或者说你是刚刚毕业的职场小白 但是要考虑来英国工作或者是生活 那你要记得把这期节目看下去 哦对了,记得订阅我,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 根据最新的数据呢 英国的大学毕业生他毕业之后第一年的起薪的中位数是2400鲤 看到这个数字你会不会觉得 哎,怎么这个数字感觉上比我印象中的要更低一些呢 在这里呢,我想进一步解释一下 我用的是英国教育部的数据 没有用英国一些求职平台的数据的原因是因为 一些行业里的顶尖公司他为了抢人才 他会出待遇非常高的offer 这就会拉高这个薪资待遇的这个数字 我觉得他不太具有普遍性 也是一样的道理 后面我在介绍各行各业的毕业起薪的时候呢 我用的也是大多数人拿到的中位数 而没有用平均值 因为少数金字塔尖的人 他拿到了超高工资 会让你产生一种 哎,为什么我又被平均了 啊,为什么我距离大家的数字离得那么远 I'm not jealous 所以,少数人营造出来的这个金光闪闪的肥皂泡呢 作为一个坦诚的博主 我要忍不住戳破它 看完这个大多数人的中位数啊 你肯定就要琢磨了 那哪一些行业在这个中位数的数字之上呢 在英国哪一些人毕业之后就可以进入到高薪组 我给大家理了一下 Top5 No.1 医学跟牙科 毕业第一年呢 收入中位数可以达到3.65万英镑 5年之后呢 可以达到4.93万英镑 在英国呢 医学类的专业要读5年的时间 这比英国大多数的3年本科制的时间呢 时间成本要高很多 虽然呢 这一类专业它属于高薪职业 但是如果跟香港还有美国这些地区比的话 英国的医生的收入呢 相比到人就低了很多 第二名呢 还是看病的 但是是给动物 在英国兽医类的专业 毕业后之后的第一年的收入中位数 可以达到2万8英镑 但是呢 兽医类的专业攻读要5到6年的时间 英国呢 是一个非常重视动物保护福利的国家 这个已经纳入到了他们的home office 也就是内政部进行管理 但是相比到排在第一名的医生来说的话 兽医类的专业毕业生 他的职业天花板来的会有点快 他们在毕业的5年之后 收入就会掉到第6位 第三名呢 是工程类的专业 毕业之后 低年的收入中位数呢 是2.65万英镑 但是这个行业啊 他毕业之后的薪资上升空间会比较大 紧随其后呢 是金融类的毕业生 毕业之后低年的收入中位数呢 是2万6千英镑 提到英国 尤其是伦敦的这个金融精英啊 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们自带这个职业光环 事实上 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毕业生 他们涨工资的速度 也真的是挺快的 虽然他们现在才排第四 但是三年之后 他们就直接越聚到了第二 仅次于医生的收入 但是呢 金融行业的这个精英阶层啊 也就是混得最好的那一拨人 他们这个收入的上限 远远比医生这个行业要高很多 在伦敦呢 金融行业可供选择的职位也非常的多 精算分析师 注册会计师 财务风险分析师 审计师等等等等 第五名的是护理类专业 在英国这类的专业呢 需要过度四年时间 毕业之后 第一年的年收入中位数呢 是2.58万英镑 谈到护士啊 在英国他可以称得上是铁饭碗之一 因为毕业之后呢 第一年95.2%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 十年之后 还有将近90%的人 依然保有自己的饭碗 稳呢 是个好处 但这个职业的坏处呢 就是如果你想要发财 也就不太现实了 在英国啊 护士低年的收入 你还能挤进前五名 五年之后呢 你就掉到了12名 十年之后呢 你就掉到了这个收入的中位数之下了 这也是为什么 这边的护士呢 总是为了涨工资而罢工 和护士吃青春饭的薪资相比呢 像一些学数学啊 药剂学啊 物理学出身的毕业生 一开始的时候起薪比较低 但是久遇老遇香 随着他们经验的增长啊 他们的这个薪资就平步轻云 以上呢 就是在英国毕业几年之后 新资类的表现 绝佳跟上架的几个专业 欢迎各位对号入座 看一看 你的专业 或者是你想读的专业 上榜没有 聊完这些收入比较高的专业呢 咱们猜一猜 哪些专业挣得最少 唉 其实都是非常浪漫的专业来的 比方说 表演艺术 大学第一年他们的收入中位数呢 是1.39万英镑 三年之后呢 才涨了4000 辛苦打拼5年才刚刚赶上英国大学毕业生第一年的收入中位数 2.04万英镑 但是呢最惨的还不是他们 创意艺术和设计类专业的毕业生 他们在毕业之后打拼10年 他们的年收入中位数呢 才达到2.3万英镑 其实这个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因为我一直都知道 英国的创意文化产业是非常发达的 我没有想到他们的收入的整体的数字会这么往下 所以朋友们 入行有风险 入行需谨慎呢 我想补充一下 在英国这边呢 就是国际留学生 他毕业之后整体的薪资表现呢 其实是要高于本地人跟从欧盟过来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英国目前推行的政策有关 因为大部分能拿到T2工签的 他都是经过几轮筛选 就是留下来的实力派 或者是说他这个工作本身需要他独特的跨过背景 这个呢 只是指整个国际留学生这个大范围的人群 以后呢 我还想详细的做一些节目 介绍关于在这边的华人 还有他们的收入跟生活的状况 关注哦 今天聊了这些职业呢 其实都和大学的专业紧紧挂钩 那你要问了 那我在英国如果没有好的学历出身 就注定要紧巴巴的过日子吗 当然不是 举一个例子 在英国啊 地铁司机他的年收入可以达到 8万英镑 啊啊啊 还有呢 像理发店的染发师 还有修电路的这些技术工种 他们靠技术吃饭 年收甚至可以达到6位数 我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英国有哪些行业 不需要高学历 但是非常的吃香 抢手 且高收入 下次和你揭晓 好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 记得点赞跟分享 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哟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